是否已观赏完七十里诗公园奋送的天地渊瀑布壮丽景观 到下面的鸟岛展望台还剩两件作品 其中一件就是这件十一号作品《自得其乐的椅子》 查看此作品周围七十里诗公园散步路的地面时 就可以发现刻有西规浦出身诗人们犹如猪鸡般的诗句 请大家在此停留片刻 边在水珠以赏诗和休息 边欣赏汉拿山绝景和倾听天地渊瀑布的清凉水声吧 此时如果有老人正在旁边的草坪戈尔夫球场上运动 请暂时不要在椅子上休息 飞来的球有可能会打伤您